稳重神器到时候,我也不考虑再到处跑了 直接骑引回家 这个矿洞在地图的东南角,靠近素石岛的位置 是真的远啊 我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把神器放在了二楼的神器底座上 嗯,光彩造人 以后二楼别的不说,蹦迪问题不大 那今天繁殖一下泰克霸王龙吧 上次我让俩霸王龙生了十个蛋 现在院子里有一堆的泰克霸王龙 但是呢,这一批泰克霸王龙等级有些参差不齐 高低差的还挺多 那我打算挑两头属性比较好 并且等级最高的泰克霸王龙再交配升一批蛋 这样我就能得到一批属性都比较好的泰克霸王龙了 这等级应该还行吧 如果升到顶级应该有接近三百几个 哦,对了 把我的羽暴龙和熊止息也放出来吧 之前有不少小伙伴让我去弄这俩家伙 我有的呀,真的有的 老早之前在雪山兽就抓了 等级也还凑合 还有,为了让大家在外面能多获得点经验 我把水龙兽也给弄出来了 好家伙,多久没见这家伙了 在低温仓里升了48几个还行 加上之前的升级 这差不多都快升到顶级了吧 我把这些泰克霸王龙分了个类 攻击和血量都遗传了最低数据 几头霸王龙算是最差的 改个名字记录一下 还有一些霸王龙可能血量或者攻击 其中一项继承了高属性 另外一个数据比较低 这些就算是一般的吧 我选了两头属性还不错 等级也还不错 开始第二轮交配 趁着这俩霸王龙交配的时间 我顺便把院子里霸王龙都标记了一遍 然后全部放进低温仓去 要不等话等新的一批霸王龙诞生了 院子估计都站不下了 来了来了 终于十个蛋了 我现在有点激动啊 好不容易总算等到凑齐了 可以孵化一波了 我是一直听说有概率变异 产生更强大的恐龙 话说我是一次都没见过 所以这到底是真的存在还是个传说 或者纯属是因为我运气差 来看看这批恐龙质量怎么样 如果单看等级的话 我发现竟然还有208级的 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父母不都是不到200级吗 怎么还冒出来个208级了 录视频的时候我还以为发生变异了 可把我高兴坏了 后来写文案的时候 我又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原来他们母系这边 之前有个208级的 貌似隔代遗传了 好吧 所以压根没变异 我从这十个蛋里挑出来 两个属性相对好一些 并且等级最高的恐龙 孵化出来 然后留痕 就这俩了 放个院子里去 继续繁殖 至于剩下的蛋嘛 全部敲碎摧毁了吧 反正也没啥用了 繁殖这事儿真的太费时了 我这是调节了交配间隔 还是用了不少时间 而且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一个变异的 如果不产生变异 那接下来的后代属性最多也就这样了 两头小霸王龙终于长大成年了 开始交配吧 这次又要等了 十颗蛋 一个生存游戏 基本上变成一个扭蛋游戏了 来了来了 终于十颗蛋了 不容易 赶紧拿去孵化室看看 希望这一波能来个变异的 因为现在温度适宜 可以孵化提升20% 这个应该是孵化速度吧 毕竟我看属性也没啥变化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我心就凉了呀 等级大部分都是208 但是没有变异的 这事儿就挺难受啊 算了算了 我还是先这样吧 暂时不考虑变异了 扭蛋太多 肝也有点扛不住 这一批恐龙先培育出来 我们打打架吧 整体来说质量还可以 血量34 攻击25 如果想要提高 那只能考虑找属性更好的恐龙过来交配 或者产生变异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考虑 两方面都准备准备 那这批恐龙出来以后 我计划可以拉出去练集了 别的不说 先打个简单boss 应该可以试试 好了 那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